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那麼我是顧得投顧的顧奎國分析師 那很高興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一起分享台北股市 那今天我們要來給大家介紹一些 比較正確的操作觀念 我想股市裡面 如果各位要成為最大的贏家 那本身來講 你的操作觀念一定要正確 操作觀念正確 是讓你在股市當中成為贏家的 第一個法寶也是第一個門路 那我們今天來講 什麼叫做操作觀念正確 現在的台北股市 外面有很多不確定的變數 我們通常來講 股市最大的不確定變數 沒有消除的話 那基本上股市不是盤整 就是盤跌 第二個我們要提醒大家 在這種所謂的一個外在變數 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之下 如果各位你手中持股比重太高的人 你所承受的風險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在做一個 持股的一個調整 或是做一個持股的持有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不斷的提醒大家 你應該把你的股票規劃好 如果是在500萬以下資金的人 我們建議各位五檔以內的股票 如果在1000萬以上的資金的人 我們也不會建議你超過10檔以上股票 簡單來說一般的投資朋友 你掌握操作股票的時候 你資金小的人抓個3檔 你資金稍微大一點的人 3到5檔就好了 這就是第一個操作的觀念跟原則 那麼其實來講就照正確操作觀念 認識趨勢跟結構 什麼叫做趨勢結構 現在股票市場到底是什麼樣的結構 什麼樣的趨勢 比如說我們講趨勢 有哪三種 第一種叫做上升趨勢的股票 第二種叫做下降趨勢的股票 那講更白一點就是說 上升趨勢股票它就漲的股票 波段漲的股票 下降趨勢股票就是波段在跌的股票 那另外一種就是盤整格局 如果是上升趨勢的股票 各位你就一直來回做 低進高出一直來回做 如果是下降趨勢的股票 任何的反彈你都應該減碼退場 保留更多的資金或是去換股操作 那如果是盤整格局的股票 各位就高出低進來回做價差 那目前台北股市 我們來看今天的K線圖 目前台北股市是一個 下降修正的走勢的股市 那麼它在這邊開始進入盤整的格局 這個盤整在指數上來講 4月17號收在7809 它等於說是一個7700點到7900點 這200點之間的區間震盪盤整的格局 那更講明白白一點 更簡單化給各位聽 就是說在這7100到7900的整理過程當中 它就是個股表現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就是針對個股來進行一個操作 那我們今天首先這一節課 一定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你要去選好股操作 我想各位你每天可以在非凡的財經台 那麼我早上都有10點20到10點40的連線 那每個禮拜一我會出現在 大部分時間都會出現在前線百分百 跟瑞涵一起在做特別來賓 我在瑞涵的節目做特別來賓 那每一天中午的12點到12點半 那麼以及晚上的11點半到12點 我都有在80多台到90台這附近 有自製性的節目 各位都可以仔細的看觀看 那這個地方我要給各位一個操作正確觀念 就是說當盤是在盤整的時候 是以選股為主 那選股到底要選什麼股票 我今天講 最近我在節目上一直談著戰國七雄 第一檔3673的陳宏 這是台股的獲利王 如果各位你資金大的人 這一檔的股票你一定要做投資組合 因為將來的波段趨勢目標 上看是725塊 短線上來講 他過去在這邊趨勢整理21天 突破之後 再高檔再繼續震盪 目前來講 我認為他的股價在640塊到610塊之間 來回震盪 如果你要做的人在這區間來回整理 但是一定要選好股去做 聽得懂嗎 一定要選好股 那第二檔2498的宏達電 那麼最近我們跟大家講 它是一個落底完成的股票 那這是一個趨勢的股票 拉回要敢做多 上去要站在賣方 如果持有股票的人 持有在高檔的人 我建議你一定要多做價差 因為這個地方你才可以把你的成本 把它咬回來 把你虧的錢賺回來 如果你真的不會做 你直接到我們公司的這個 打我們公司的電話進來 直接來找我 那這叫做宏達電 另外我們要介紹的是2454的聯發科 目前你看到它的區間就是在這 335到360來回震盪 如果你持有這種股票的人 那各位很清楚 你就盡量多做價差 陳宏也好 宏達電也好 聯發科也好 或是3034的聯勇也好 這些都是好的公司好的股票 2308的所謂的台達電 也是好的公司好的股票 最近一檔低檔起來的 4958的一個真頂 底部起來的股票 或是在這個階段當中 我們這兩天提前布局的 有沒有 正威 2392的正威 其實這些都是好的公司 如果各位有興趣 將來你如果說想做一些好的股票 或者我手中間股票 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或是我想解決問題的人 都歡迎各位 直接上我們顧德投顧的官方網站 那來跟我們聯絡 有任何的需要 顧奎國老師 一定站在各位這個一方 那股市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或是有需要服務的地方 我們都沉直的邀請你 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也可以主動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一起分享這些觀念 我們明天有時間的話 或是下一個階段 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來跟大家一起來 分享這個股市的操作 祝福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